-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梁興梅,我是阿梅 - 我是阿哥 - 歡迎阿哥,終於回來了 - 重出江湖 - 是呀,上幾集我自己一個人solo真的很累,你明白嗎? - 大家是不是聽得出他是用一個慵懶的聲音在床那裏 - 自己拍了一些Podcast - 坐坐坐,我的Podcast - 我都會坐在我的小小的椅子那裏錄的 - 我好認真的,有沒有? - 我才可以說你走了一條非常文青的風 - 不知道還以為你是跟Mandy爭的嗎? - 哦,Mandy - 文青Mandy - 不知道誰知道她說的Mandy呢? - 3T那個 - 其實為什麼可以邀請到她出生呢? - 是因為我們最近的聽眾開始多了 - 她看到手指有上,說好了好了,我出生了 - 原來我們都蠻紅的 - 通常人們都是這樣,很久都沒有 - 忍退了之後,很久之後就說 - 光迷很掛念我,我都可以出來 - 是的,我希望聽眾都可以多些掛念毛毛 - 希望毛毛可以盡快出生 - 很難請啊,這兩個人 - 已經錄了幾集了 - 希望大家多些留言 - 好啦 - 可以在哪裏留言? - Podcast不能留言 - 是的,Podcast不能留言 - 所以我每集每集都提醒我們的聽眾 - 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在IG留言 - 我們有一個經常性不更新的 - 我們有一個IG嗎? - 是的,是經常性不更新的 -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 是的,先說正題,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 我們今天說,其實我們今天說 - 因為我說要說主題,他覺得這個主題是不可以的 - 因為他是想說staycation的 - 是的 - 其實我自己剛剛也預約了一個staycation - 真的嗎? - 因為我正想問你會不會 - 你對於這件事有沒有興趣呢? - 因為實在太... - 太熱了 - 太值得去了 - 因為有人生日,我們就預約了一個staycation - 去到慶祝 - 是10月底的,還沒去 - 去完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 但因為開心的地方就是 - 即是你給... - 我不記得了三千多元 - 然後你就好像去了一個旅行 - 即是那裡有包飲、包飲、包飲 - 接著你就在那個地方 - 而那個地方是你不會覺得自己在香港一樣 - 那你就在那個structure裡面 - 你就逗留24小時 - 好像去了一個短的... - 這麼快嗎? - 好像一個短的旅行 - 因為你去旅行你是不會留在酒店的 - 但你那個24小時的你會留在酒店 - 如果你去溫泉旅館 - 你就在酒店裡一天 - 但我要泡溫泉旅館 - 你就泡溫泉旅館 - 那就泡溫泉旅館 - 最特地去Lush那裡買那些... - 泡溫泉旅館 - 泡溫泉旅館 - 我想可能因為香港人家的質素太差了 - 所以你去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 你就覺得... - 已經好像離開了香港一樣 - 嗯... - 但我自己都覺得這個Staycation - 可能就... - 如果這個價錢的話 - 其實真的去旅行的 - 但很多 - 看你去哪些... - 因為現在有些... - 即是二、三線的酒店 - 可能是... - 一千塊或者六百塊 - 八百塊都有... - 我有認識朋友他可能... - 你六百塊那些是差一晚沒有東西吃的嗎? - 有東西吃的 - 有東西吃? - 是的... - 有些酒店是這樣的 - 可能我真的聽過有個朋友就是說... - 譬如我約了你去吃晚餐 - 嗯... - 可能我們平時吃晚餐都要五、六百塊才算 - 那不如我們去Staycation一晚 - 即是... - 六百塊怎麼做Staycation? - 一千塊... - 一千塊然後就包東西吃 - 是有一千塊包晚餐的 - 我聽過... - 如果... - 可能吃得正常一點 - 我想都要二字頭 - 一千多塊那些應該可能吃得一般的 - 而且住得一般的 - 那就大家自己去上網找一下 - 那我就聽過有人有了 - 嗯... - 其實呢... - 今天為什麼會說Staycation這件事呢? - 因為最近我想大家都... - 香港人都會看到這個新聞的 - 我猜... -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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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是的... - 我計算了... - 是的... - 是什麼來的? - 怎麼去旅行? - 怎麼去旅行? - 什麼時候? - 即是香港和... - 可能和泰國... - 就... - 就有個... - 條款就說... - 我可以來這裡... - 哦... - 現在是講的階段而已 - 是的... - 你不是這個新聞? - 不是的... - 不好意思你繼續... - 就是香港人因為... - 上網就流傳了一張照片 - 就是... - 拍了照片在酒店... - 10間房間... - 有6、7間... - 都是... - 人們是慶祝生日的... - 哦... - 開派對... - 是的... - 做派對波波... - 其實... -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 可能幾個朋友... - 當酒店是派對 room... - 是的... - 是的... - 我的朋友都有... - 剛好生日的... - 其實... - 你這樣脫下也挺便宜的... - 當你二千元... - 可能幾個女生... - 或者幾個男生... - 租房間... - 就算你四個... - 一人都是五百元而已... - 是的... - 是的... - 也有石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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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脫下也很便宜的... - 前陣子有一些... - 有一個網上的片段流出... - 就是半島酒店... - 有些人開派對... - 扔蛋糕... - 扔到整個房間都很骯髒... - 接著... - 清潔那些人呢... - 就拍了一張照片... - 接著就... - 拍了一段片就流出來了... - 這樣... - 就說到... - 他們對於這個房間... - 破壞的程度有多大... - 它是... - 都幾誇張的... - 就是你... - 正常人... - 人多... - 正常人... - 但它是... - 蛋糕好像電視也有... - 地上也有酒... - 周圍也有... - 扔蛋糕咯... - 當作在玩掌換人而已... - 喔... - 因為我自己不會玩這個遊戲... - 如果你給他蛋糕給我... - 叫我扔在牆上... - 我就扔不下手了... - 喔... - 有些... - 不太習慣了... - 因為平常會做這些... - 我想吃掉它... - 哈哈... - 所以我看到那個... - 我就覺得很誇張咯... - 是呀... - 你不知道... - 你以為它是專程的... - 是不是對家酒店專程這樣做呢... - 我覺得很誇張的專程... - 但我想說... - 半島是一間歷史悠久... - 它的裝修都很悠久... - 其實它這樣做的話... - 其實真的... - 不過它那些都是食物而已... - 它那些可以抹得到的... - 最多地尖... - 如果真的... - 它有那些清潔劑... - 是可以洗掉的... - 牆呢? - 牆呢? - 它有沒有... - 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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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 - 如果是壞了.... - 當然不是壞了... - 那些牆會塑住那些... - 棚放在那裡... - 可能會自己買... - 之後要換一換... - 可能有過啊... - 或者再黏那張牆呢? - 就是... - 其實他們的善後工作... - 因為其實... - 只在那間房子而已... - 就是... - 我想想是比較誇張的... - 難道是一間酒店嗎? - 哈哈... 因為其實我沒有住過半島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我有看過一個Youtuber 可能他去結婚週年紀念 跟老婆去半島那裏 慶祝一晚就住一晚 然後他裏面的裝潢和服務 他真的做到很細心很細緻 所有東西都很乾淨 不是一般的乾淨 他連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他都會做到一個本身級的感覺 我看我進去過一次 我又覺得 你是入半島還是入半島的房間? 房間啊 你猜是廁所嗎? 我怎麼知道 我以為你自己走進去就當自己去了 我又覺得裏面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哇 他是很綺麗、很乾淨 但他不是超級華麗 不是華麗 他比較優雅 因為他是黃黃 有些木多 我以為你說黃黃 黃黃? 黃黃 木是優雅系 四四方方 四四正正正 是很大的 但因為現在新式那些 可能你移動一些 不過我上次去過那間 可能不是落地玻璃 現在新的那些 比較多落地玻璃 或者比較 沖是白的 時尚一些 但是有些復古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是非常復古 總之就是很純實 很簡潔的感覺 我覺得他是有以前 可能那些 你看那些 80年代 90年代 那些有錢 有少少錢的 那些小康家族的家 但是他現在也加了很多 新的科技 他又不是 維持著很久以前的那種感覺 他當中他也有更新的 所有東西 我看到好像不知 房間的遙控 那些全部都是用 Tablet去控制 所以都 他好像裝修過的 不知道做多少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所以呢 你說那個YouTuber 是賺 半島很窩心 那些服務 都是啊 就是都很細心 因為我聽說過 就是說如果你去 就是你去那裡住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酒店 都是 還是只有他 但是我記得他 有一個 人說過他 就是如果你去那裡住 然後你可能 你可能要求換床藥 或者枕頭 就說太硬太遠 那他會換給你 然後他以後都會記住你 然後你再去他就會給你 你喜歡那個枕頭 或者那個 那個 那那個 那叫什麼 床單 床褥 床褥 那個床褥 那個床褥的軟硬給你 哦 床褥可以換的嗎 我記得 我看過那個 分享懷由 這麼厲害 你試試看 然後你 你的 file 裡面就會 你幾乎搞嘛 哦 哦 怎麼這麼哭不說呢 然後 哦 其實這些細心的情 這些細心的地方 就是 令他一路 可能拿到這個五星酒店的原因 是 那這件事也都令我在想 大家其實去 平時去旅行住酒店的 有什麼 有什麼習慣的呢 等等 我剛才停了那裏 剪一剪 我再再說一句 嗯 他整天都很喜歡開著我的廳 好不好 那 那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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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判到這個事件 接著 你會見到 Facebook有叫做Hotel Secret的Page 那就是 好多好多人在這裏洗版 在說香港人有多壞 有多壞 天岳行 那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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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員工來講 那個壓力都很大的 因爲 因爲 其實他根本就不夠人 因爲 因爲 可能有很多人已經被人解僱了 因爲 或者有很多做part time 他已經沒有再聘請了 因爲 因爲 那些長工的人 其實 人數未必很多 但是爲 很多很多 時間都在做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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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staycation这麽便宜的包装很快就没有了 我想可能过了10月之后11月12月都开始没有了 所以大家有买要趁手 要买staycation真的要趁早去到我买 其实我觉得要买staycation 买越贵的越划算是越划算 是的 而且你可能趁这些机会 你就住在香港贵的酒店感受一下 因为平时你根本不会去 那刚才你那半岛你就可以去试一下 是的 我就省睡了 哈哈哈 你们就去试了 我就省睡了 是的 资金资金不是太充远 大哥 没有被人解释就算是这样 不可以再乱复 希望大家可以听多一点 如果有广告的话我们就可以拍一个flop给大家看 哈哈哈 很长远的道路 还要有广告 接着我这次在这里看到 住酒店这件事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大家平时去旅行的住酒店会有什么习惯 习惯 即是开门之前要说一句 是不不开姐姐 其实是不是每个都说的 开门先说不开姐姐 那个叫什么 不是 大家闭 其实你去过这么多次 你和别人去 是不是大家都会说 不是 很多时候大家都不记得过去的 但是会不会敲门 我试过不记得敲门 有敲又不敲 但是如果我记得的话 或者我的朋友 记得就会敲敲 全部都会敲 但不是一个很大家很着紧的地方 就是没有说 记住要这样的 但是敲门声 没有的 那还没那么夸张 我想大家都心里面知道 我这件事要做的 所以我想可能九成的乡人都会做这件事 然后那个人就带我们去我们的房间 那个人自己都会敲门 是吗 那泰国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国际的手势 国际手势 不是香港人 或者是中国人 其他国家的人都会做这件事 可能他也怕里面有人 真的可能这样 但是你这样说不迟路 因为你敲门 他被避认 他就在这里 里面是敲门 是不是敲门 已经进来了 还想听清楚 听多一次 已经进来了 真可笑 所以就在这里说 要进去酒店的习惯 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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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还有没有 就是如果说进去那一刻 真的只有这个 都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在住的时候 我的习惯就开始 由我 可能刚刚 头那几次去旅行 到现在可能去到几次 都 一直有改变 有一个我可以说的 是 因为我怕被你说了 所以我先说 就是浸浴 我以前小时候会很fancy浸浴 但是现在大概就没有了 你fancy我 因为家里没有浸浴 但是我觉得浸浴 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其实我们家里是可以浸浴 但是我们不浸浴 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家里 就算可以浸浴 也不会浸浴 因为家里自己的浴缸 很骯髒 不是 油洗的 你相信不过 虽然外面的浴缸 对 反正想说就是 如果有浸浴 就是会花一些时间去洗浴缸 这是另一个规矩 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 特别浴缸 就是你说洗酒店的浴缸 是啊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 就是自己家里的浴缸 不用洗酒店的浴缸 因为酒店的浴缸 至少是白色的 就是你洗 就是你 看上去都是干净的 因为家里的浴缸 就是那些叫什么 米黄色 然后带点灰 某些位置带点灰 所以 怎么洗都觉得很骯髒 我也是 都有这个心理阴影 那你自己有什么 但是呢我想说 你说浸浴是很无理的 我真的觉得是很无理的 因为你浸到下去 其实你不知道是什么 对 你又不可以玩iPad 你又不可以玩电话 因为你手已经湿了 但是那些人会 凹着的袋子 我没有那些袋子 我没有那些fancy袋 那你都不会真的玩电话 可能都是想看Netflix 那你凹着的你又听不到 再用speaker 对 但是有麻烦 然后浸坐在那里 就是 哎 做什么好呢 看书又不是 那什么都不是 因为听手机 听我们的blogcast 但是听blogcast 就是 只是坐在那里 听blogcast 好像很无聊 因为平时听blog 你可能在做其他东西 就是打掃啊 搭车啊 或者做运动啊 但你现在不是 那你真的认真坐在那里 所以我不享受浸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到旅行 就会想浸浸 就是可能觉得 现在大过了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你没有了吗 没有了 再不是指定动作 我再不是指定动作 我现在都会的 就是可能因为去 外面酒店的浴缸是比较大 就是我们家里的标准街市 以你的身形也可以 distinguished 但是外面的好像一样 JOSH 浸浸浸浸浸浸浸地 又不是 新年 你的妹妹多胖 那里是被浸浸浸 坐在那里 里放到那里 然后 然后外面那些酒店 因為我的浴缸也會大一點 這樣就會舒服一點 所以也會想浸泡一下 但是就... 不過現在很多便宜的浴缸都是用棋缸 哦 是啊 是啊 香港我想特別是 香港很多很小的酒店 但還是那句 畢竟因為它無論是多大多小 怎樣都好 解如它有浴缸 它通常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是的 但圖母有一些是叫浴缸套的 它有超級大的膠袋 就像放一個垃圾袋進去的垃圾桶 都可以啊 是的 有沒有拉鏈? 拉鏈 即是你怎樣... 你放著自己 那你... 不是啊 它就像垃圾桶一樣 但是它有一個洞給你放進去的 不是啊 你放垃圾桶 你放垃圾桶 然後你... 就是那塊垃圾桶 你就跳下去了 哦 那意思 即是怎樣? 你還拉起自己 我以為好像有一個水袋 為什麼你放那麼多你 哈哈哈 不要浪費水嘛 那可以用少一點水 哦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淘寶這個 都是Goodbye 是啊 一次盛 其實你家裡 如果你自己拿那些叫什麼 桌布 桌布也可以 桌布 大一點的桌布 是啊 可能不夠大 桌布要超快 哦 哦 其實它都是一塊大膠布 是啊 是啊 不過它是很大很大很大 是啊 那你有什麼習慣 我啊 我就... 如果現在其實呢 因為我以前去住酒店 我就比較隨意一些 因為我平時在家裡都比較隨意的 那我的衣服可能就亂放啊 或者我的東西就會亂放啊 我就想著 其實我都是來這個酒店住一住 所以我就不需要太過特別整潔 所以呢 我平時可能第一晚入住的時候 那我洗完後的毛巾可能就亂放 我的化妝品、護膚品都會亂放 那我翌日出去的時候 我都不會收拾 那些床都是亂的 我的衣服都亂放的 但是之後呢 我呢 去過 慢慢去過 越來越多旅行 我發覺那些人呢 幫你收拾的那些人呢 是會幫你收拾你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會有點不好意思 好像不一定收拾的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 細心那些是會收拾的 是呀 我都遇過有些人是不收拾的 那毛巾就一定會了 毛巾就一定會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就是你會對那個人 如果真的幫你收拾的話 你會對那家酒店 會覺得好像很細心那樣 哦 所以你要弄亂一點 你才能獻得她的細心 哦 就是你要逐一逐一查 是不是 怕你會給他收拾 然後我就會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現在呢 假設我住完一晚的酒店 我臨出去之前 我都會簡單收拾一收拾 但是搞笑的 你住酒店會 但是你平時在家裡入門 是啊 因為平時在家裡 做完完都是做完完我自己的東西 收拾都是我們的收拾 但是現在是別人幫你收拾 就是你不想有人幫你收拾 因為你的三顏色車人會不好意思 大家都沒有素未謀面 但是這個是他的工作 他工作幫你收拾我 他幫我收拾 不是 他收拾間房間 不是幫我收拾 就是他不是收拾你的東西 哦 他是收拾酒店的東西 就是你自己的 Personal belonging 就會收拾好 就是應該我自己收拾 他幫我收拾 那你的皮就不應該收拾 但是衣服就要收拾 如果你要計算得這麼大 哈哈哈 毛巾也不可以收拾 而且你收拾是多餘的 因為他是要 他要收拾在床底 哦 那個 其實他不是咬 是要貪胸 還有如果有時候 還有最慘的是什麼 最慘的是有時候 你已經 回到你知道去旅行 死了 走到腳都穿 回到已經很累了 然後還要割個皮 譬如他還要塞下去 還要很難拔出來 是呀是呀 已經沒有力了 大哥 我超爭的 然後我試過 算了 他們每次都要這樣塞 我就不拔出來 自己塞下去了 但是晚上睡覺睡得不好 因為你轉身 想拔皮 全部都放在裡面 好像被鬼窄一樣 然後你永遠 一定沒有半夜 起床拔皮出來 才能好 是很難很難 因為他們的床褲特別重 是呀是呀 所以就是我 這個也是我慢慢轉變的一件事 還有有一次 我以前 剛剛和朋友去旅行的時候 我朋友問 我們要不要放錢 在床頭 你有沒有放過 我有 美國的話有試過 是不是呀 那時候就是 不知道幾塊錢 放在床頭 是呀 我朋友就說 他有寶寶說要放錢 亞洲地方就沒有了 然後我說是嗎 但是你放在這裡 他怎麼知道是你 還是你給他 那個金額 大概他就知道了 不是呀 他怎麼 你不會放十萬八千七 你床頭 你放了一張一張 100元美金 他就不拿了 因為他覺得不是給我的 如果是你的 你會去找回 他應該都會拿的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 你們想不想入住 因為你不會留下幾元 即你不會 有時候你是住兩天 那你第一天放下 還是怎樣 輪走才 最後一天 哦 不是每天的 我當是最後一天 哦 那最後一天就很幸運 就是那個房的人 每個人都有機會 不會有關永遠 永遠都排中我 在中間 每個人都第一天住 哈哈 那大家是隨機的 哦 我沒有聽過這個 其實我之後 都一直一直在亞洲旅行 都比較少去太遠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給過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沒有給過 通常好像 可能二、三、五 你趕著一天 哦 哎呀 那我想 我真的要很久了 沒什麼所謂 那起碼你有去摺自己的衣服嗎 不是啊 因為我去美國旅行的時候 我那天做西高 你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 你有沒有給你 我給你 不認識的啊 那是西高 老闆啊 沒有人教 沒有人教 朋友教的時候 我終於很懷疑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沒有啊 我特別搜尋一下 那時候都是窮學生就算了 那你也知道 你也不會給 什麼啊 他們經常都收很貴 吃飯又要給那麼多 我連住手箭都要給那麼多 那跟著就是 還有沒有小習慣呢 其他 小習慣嗎 還有就是什麼 你會不會鎖行李箱 我不會 但是我以前 因為我連機倉都不會鎖行李箱 是啊 我連機倉 那如果是要鎖 那我覺得機倉鎖行李箱會比較重要 不是啊 其實因為我們家其實鎖在 行李箱裡面的東西 其實都只是純粹我們這三個行李箱 不是最適合的東西 全世界都是的 誰帶過金去旅行 那些護照錢是更新的 不是啊 那你根本被人搜尋了 欸為什麼有塊磚的 先生請大家打開那個袋 你唐人街 唐人街 旺記老闆 帶過金村出街 喂 走私不是就是這樣嗎 你說哪一個人 我沒有走私 我也沒有走私 不是啊 就是說誰人會這樣 我想走私 我只是說你喝什麼 我說每個 行李箱都是 只有一些衣服鞋 不是走私的人 不是 我真的要帶東西 可能剛巧帶東西給家人 那就會鎖行李箱了 那些是很 不是就算人家搭普通的 那些是假的 不是啊 那些人搭普通的也會鎖行李箱 我的朋友搭普通的也會鎖行李箱 還有我們鎖行李箱 然後我經常看到人家鎖行李箱 我都鎖行李箱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零零 是嗎 還有為什麼我不鎖行李箱呢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因為我懷疑 我把剪刀剪 但是這些剪都可以剪開那個 那個行李箱 現在很多行李箱都是佈的 那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鎖行李箱 如果是要偷的話 他也有辦法偷的 我想你那些是 如果你用貴架行李箱的話 不過我們要用貴架行李箱 他硬要偷也是 六八刀仔 其實我覺得是 架一架開 嗯 所以鎖行李箱 就是看到我的朋友 都有做 所以我就會做 但是我覺得 做來其實都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都不會放些什麼貴重物 那你是不是所有錢 都會更新一定帶頭 嗯 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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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一會兒 如果你在街上被人偷了錢的話 你不是整個身家沒有錢嗎 嗯 是的 不過我試過 有些錢 可能我當我大 一萬元才算 不過一萬元可能更新 一萬元更新 兩萬元吧 兩萬元 兩萬元可能會更新 因為不是很多 但是我忘記了 我記得有一次 我是帶了多些錢的 然後有一疊錢 我就放了在 酒店床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哦 床很貴 Mattrass底 蛤 竟然放在Mattrass底 是啊 摘住 哦 那你不放在一個安全箱 不知道 哦 不過是 可能我個人比較 你回報應箱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介紹的 哈哈 哈哈 床下你你猜不到 我不是會用 游泳箱 因為要向左轉向右轉 他有教的 好像隔壁有 我還沒出家 那樣 好沒有啊 反正我就是 因為我有些朋友 例如我們去日本 如果去溫泉旅館 那個溫泉可能是大眾池 那我們一起出去浸 那房間沒有人 那你的貴重物是在房間 那他們都會鎖起來 所以他們都會鎖起來 所以他們都會鎖起來 將所有錢都會鎖起來 哦 但我通常都會鎖起來 那你去浸浴 那你出去 那你去浸浴 那你出去出去 那你去浸浴 我去浸浴那些人 是啊 那我們就沒有了 那我們就沒有了 書包 是啊 那天出街要揹著 那天在國內 但是不是 我去浸浴 那我去浸浴 原來那些人不是會鎖的 原來大家都是 那麼安全的 但是我們家人的安全 就是超級低 意識是低 是奇低 還有我想我們最重要是 因為我們都不會帶很多錢 出去 但問題是 你被人偷了的話 你就是被人偷 就是這麼多 是啊 到時候你就比較廣漏一些 哦 卡 卡 如果卡是會偷的 要偷的都可以偷的 我上網幫你買東西 我盡量都更新的 我不知道 不一定 不過touch food都沒有試過 都是的 都是的 還有還有什麼習慣 你平時去旅行的話 會不會用 酒店的毛巾 水壺那些東西 毛巾一定會 水壺都會 但我常常都認識有人 我聊下去 因為不知道在哪裡聽過 所以我會拿熱水先煲一次 但是也是很無聊的這個動作 我不是聽過有人哀嚼 我是聽過那些空姐 會把她的絲襪丟進去煮 為什麼 不知道 好穿一點嗎 或者洗空姐 他這樣 我曾聽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會形容一下 有絲襪味 但是 我是對於水壺這件事 我也是有這個心理的 但沒辦法的 你怎樣都要用的 那就玩水回來喝 那你也要煲熱水 你不喝熱水 因為我個人比較忍生 好 我堅持 因為我試試喝熱水 對 經常喝絲襪 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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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人經常在那裏買 對 他經常在那裏買 一些就是我們平時很少喝開的 所以長期那幾包都還在 那你是不是經常都不受歡迎 有大紅袍 有大紅袍 那是甚麼 戴絲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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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絲綿是甚麼來的 那些是他大紅袍 對 對 不知道 絲襪長期都在那裏 就是 喝到沒什麼好喝才堅持 我可以說 咖啡就不會拿 你說Capsule Capsule固然之 自己刺個洞 哈哈 哈哈 你擦著茶奶茶 哈哈 擦著茶咖啡就不要勉強 公司辦公室 做人有一點點原則 好不好 其實主要都是這些習慣 這個也算是習慣嗎 咖啡 這些就是我們人變了 他才說 如果有一個人是會拿茶包的 咖啡也不會習慣 就是去親旅行必須的 哈哈 還有你知道 比自己更加習慣的習慣 你知道重點是甚麼 即是你同一天 你住兩天 你確定第一天 你出門前 你一定要拿 他不提供給你的時候 你就確定第一天的份量 只有訪官怕你生膽石 你今天的飲品 手都震了 還有電流 那個垃圾桶是沒有茶包 哈哈 要金田一去解破這個 還有那些牙波牙刷 這個我可以帶你去是沒有的 沒有嗎 我家裡有時看到 你媽媽很喜歡 但現在去很多地方旅行都沒有 是嗎 有 是嗎 因為我上次旅行是去美國 美國就沒有的 有 還是我去日本 哈哈 那些酒店 你不要收你一價 還要給你 Airbnb 大哥 不是呀 酒店 不是呀 酒店 真的沒有 但我懷疑你可以打電話問他 但我沒有問 我們自己買了 很少人 是嗎 然後 住酒店其實也是這些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習慣 對呀 那你在住酒店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過有些人有什麼特別的答案 有些習慣是真的見到別人這樣做才這樣做 沒錯 即是要學習的一些東西 是啊 呃 沒有呀 真的 哈哈 沒有什麼影響 真的 不過那天我們剛才說話 去旅行 我們都有一 有一次去旅行 住那個酒店是超級恐怖的 哦 被鬼賺的錢 不是被鬼賺的 只是被鬼賺的 怎麼說呢 即是那次呢 因為我們是去旅行的 那因為我們又 我們 我們 就去日本 那我們就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前幾天就住了比較豪華的酒店 所以我們在最後那天呢 深刻就住了經濟少少 那是最後那天 最後那天啊 那你說下去 完了 然後呢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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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去 日本 福江那邊 那時候呢 然後呢 我就在 那個 那些不知什麼 Hotel Stockhol 那些什麼 然後那個酒店呢 很奇怪 那個酒店呢 他也是 他是類似一棟大廈的 所以呢 那個大廈的樓下 我也懷疑它是類似Airbnb的 那樣的 不出奇 他樓下 大廈的樓下沒有レセット 那你要怎樣去 pin 你要去 去第二個地方 即是他們的門匙 那裡check-in 然後他會給你密碼和鎖匙 到時候你就去回大廈 樓下會有一個鎖匙箱 你就拿回他剛才給你的密碼 按開鎖匙箱就可以拿到你的鎖匙 簡單來說就是你去住酒店 但Lobby是在10分鐘以外的地方 是呀是呀 那時候我們還要找到鎖匙 不過這個有機會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們上去 他真的像廣泊式的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四個人去 因為兩個人在一間房 然後我們大家一進去的感覺 都有一點點 不是太過舒服的感覺 不是知道一去就知道 不是自己沒有去到半島 那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是有一種 我又沒有大家的感覺 不過我個人的感覺比較好 不過是有一種upup的 那時候的房間是真的 可能不是很透風 可能清潔的人也不是太認真 就有一點點upup的 然後可能他不是找專業的清潔人員 所以又有點骯髒 然後我們就硬照洗澡睡覺 那床是感覺到有點潮潮濕濕的 是的 我們幾多月去 好像都是9月10月左右 嗯 即不是不是 秋天的時候 9月10月的時候 哦 是的 門門濕濕的 那沒有了 然後我們睡了 然後呢 晚上睡覺 我們兩個是 他瘋狂的營住房間 房間是有東西的 我們兩個是不約而同的 不知道什麼 有一種害怕的 大家會笑的 會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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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大家才剛才說話 哈哈哈哈 哈哈 又不想發生對方 但其實真的沒有事發生的 是沒有事發生的 但總之整個感覺是令你覺得 沒有太過舒服 然後我們父母是住在旁邊的房間 然後之後 他第二天出來 我們父母是超級超級早 即是他們平時是早起了之後 他們會自己做自己的 然後等到我們起床 我們就一起集合 但他們那時候是超級早 然後已經過來 了解我們的情況 起床失味 因為遠足不回 這個鬼地方 哈哈哈哈 然後一邊開車 為什麼你罵 貪便宜 住在那些鬼屋 哈哈哈哈 重點都不是鬼屋 因為他 是在電車路旁邊 所以六點鐘開始 已經 很像是在觀塘站 住在觀塘站旁邊 因為他只有二樓 就是窗外 就是一條鐵路 但我們租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那個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找回福光的酒店 他有一堆便宜的酒店 是用號碼來明明的 就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Number Seven Residence 對 不知道我們這裡住 其中一個號碼 對 超級搞笑的 他有多冷 那時候我們爸爸媽媽 他們都覺得他們的房間 是有點奇怪 有握不出那種感覺 我們是大家不若疑 你想想 大家是住大家的房間 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 是不是有些事情發生過 所以我們大家互相覺得搞笑 沒有事情發生過 就是大家走了之後 大家都表達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覺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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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認住那間屋 是有事情 不是 有什麼發生 沒有事情發生 你人生時會發生這些事情嗎 沒有啊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去旅行的 小雜貌 小經驗 那就是那句 大家快點預約時間 因為應該很快就沒有了 應該也有些時間 經濟要沒有 正常也有些時間 那今天就這麼多了 大家記得 有空就聽 沒有空就播 就是教到正音 你教到最細聲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騷擾你做事 那你就在旁邊播就行了 幫忙播幾次 還有記得就是 是追蹤我們的IG Varry Simple Production 或者是搜尋 英文都應該找到我們 還有 還有 有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們 記得按讚我們的帖子 還有追蹤我們的Podcast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